我們來看這課本 它說 於色當正思惟 觀色無常如時之 那 這一點 單單這一點 我們就要修很久 單單這一句話 因爲什麼 你要觀這個身心 因爲我們所有的執著 所有的執著不離開 對身心的執著 然後再能夠有益 於我們身心的執著 比如說 比幾個例來講 你執著這種食物 你執著這件衣服 你執著你的子女 父母 然後先生 太太 你執著你的家 不管 這些都是我所 那麼假設說 好 你執著於 比如說 你執著喜歡吃這種東西 你對這種東西的味道 非常的執取 那麼 這種執取是因為 你重點不是執取這個味道 你是執取這個身心 因為我吃了這個東西 我感覺良好 我非常的舒服 你是執著那種熱壽 那麼這個是心 那麼這種熱壽讓我感覺非常好 所以所有的執著不外乎是對你自身的執著 那麼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不管你喜歡誰 喜歡什麼東西 喜歡做什麼 通常都是跟你身心的感覺有關係 或是你的認為 還是你要效忠你的國家 效忠你的宗教 那麼根源還是於你的對身心的執著 對於我的執著 所以它第一個就是你從你身心去觀 於色 那第一個是色 正思為觀色無常 這個身體 這個色只是指這個身體 我們講 五欲裡面的色指的就是身體 那你要去觀察這個身體 其實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那你想一想你過去 五歲的時候 十歲的時候 十五歲的時候 現在這個時候 那麼 其實 這個我們也知道它在變化 但是知道是知道 我們對於那種無常的 無常的看法沒有那麼深刻 那麼你實際上 所以我們也知道是無常 誰不知道無常 即使沒有學佛的 他也知道無常 但是雖然一樣是無常 無常觀有些人沒有通到無我觀 那以前你看 那個李白也知道無常 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道還不互還 高堂明鏡悲白法 昭如青絲目成雪 那不是無常嗎 但是因為無常 所以要怎麼樣 要把握時間 那麼要怎麼樣 今朝有酒今朝醉 就是要趕快 因為無常 所以要趁著年輕趕快享樂 趁著有辦法趕快享樂 所以是一樣是無常 有即時行道跟即時行樂 就不一樣 所以無常觀沒有到無我觀去 那也會這樣 所以基本上 但是第一個我們對無常要很深刻 深刻到 感覺到我們不斷在變化 深的無常還沒那麼明顯 新的無常就很明顯 刹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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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只是我們自己的心 別人的心也這樣 那這個世界也在變 我們的身體也在變 那麼你看這些做什麼 那麼有些人看這些看起來會緊張 糟糕糟糕不會 但是你當然有一些會生氣就是說 你因為無常所以你要怎麼樣 要即時 即時行道 但是也不用太過恐怖 可是你就是知道 這世間都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那麼你如果真的無常觀很深刻的話 你會有一個現象 就表示你無常觀觀得夠了 就是說 世間不管發生什麼變化 你都不會很緊張 你不會很緊張 那你不管有什麼變化 你也不會很緊張 你就養錢一個習慣 本來就會變化的 那麼你當然你可以給它做改變 你不希望它這麼變化 那麼你就會思考 那麼現在的因緣之間 因為你知道 你從無常裡面看到 雖然它不斷在變化 可是它為什麼要這樣變 不那樣變 它也可以變好 也可以變不好 也可以變這樣 也可以變那樣 但是它一定會變 但是你要讓它怎麼變 那麼你就會看到 我要讓它這麼變 你要變胖 你不就吃多一點嗎 你要變瘋 你不就多運動嗎 你要變聰明 你不就是多讀書嗎 你要變笨 你不是就不讀書嗎 那麼這一些就是 它一旦不斷在變 它一樣不斷在變 就好像煩惱 你變得煩惱比較少 那麼你就要努力 那你不努力 它自然自然 煩惱也不會一樣多 它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重 那麼這一些都不斷在變 那麼你看到這種變化 你慢慢看到這種變化 你習慣這種變化 你知道它一定會變化 所以當它在變的時候 你不會恐慌 不管變成什麼 不管怎麼變 不管世間怎麼變 不管別人怎麼變 不管你自己怎麼變 那你自己會變的就是 你的身體而已嘛 那你的心你已經清楚了 你對佛法的了知 只會變得越來越好 智慧只會變得越來越深 那麼接觸這些境界 只會變得煩惱越來越少 你只會這樣 那其他世界不管怎麼變 你都不會害怕 那你也能夠知道 現在這樣變是意義什麼因緣 我如果 我如果要怎麼樣做 我才能夠在變化中 能夠增長我的智慧 增長我的慈悲 減少我的煩惱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可以處理 就是你就會有這個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你觀五場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你開始不會 你有一個很特點 特徵就是 你開始對很多事情 都不會執著 你就產生那種不執著的特性 那你會表現出來 在一切境界上 你不會執著 但不會執著 因為大聖跟 大聖跟升文最大的差別就是 一樣對境界不執著 但是 他有更大的怨心 因為 所以他要 除了自己 要努力之外 要幫助很多人 那麼這一點 這一點你不能說 那不執著 其實他也不執著眾生 要度眾生 發願要度眾生 誓願跟執著不一樣 就是你發那個紅誓願 跟你 你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都是執著啊 不是 你發願要度眾生 跟你執著有眾生 這兩個是不同的概念 那你知道沒有眾生 但是 因為眾生是一種 實際的概念 就是說 它是 有我的概念 我向人向 眾生向 受者向 但是你知道 一切 因為它不是斷滅嘛 所以它有眾生的存在 但眾生沒有實在的眾生 但思然是這樣 那麼 度一切眾生 而不執著有眾生可度 這個道理不容易 就好像說 你知道我 但不 你否定掉這個我 但不否定輪迴夜報 那你說那誰在受輪迴夜報 那這一樣是一種 就是說 它不容易說得清楚 但是你慢慢慢慢 觀無常 那麼 漸漸就會 進到無我的境界 但是 你要如實觀 你不如實觀 無常不一定會無我 無常不一定無我 那這個是 這個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說 於色當正思維 常常 常常觀察我們這個身體 那不斷在變化 不斷在變化 觀色無常如實之 所以者 比丘於色 正思維 觀色無常如實之者 假設你能夠對這個身體的無常 你能夠做正確的觀察 能夠如理作意 那麼 你對於這個身體的貪著 欲貪 就斷 你就不會 那麼執著這個身體 那麼 依身體而有的感受 那麼也會 後面都受想行事 那麼 你就慢慢慢慢 不那麼執著 那麼 欲貪斷著 那當然 我們說 欲貪是一個煩惱 這個我們有時候叫它 修貨 修手段 那佛法裡面主要有兩種煩惱 叫劍手段跟修手段 劍手段主要是觀念上的錯誤 修手段是情感上的 行為上的偏差 那麼情感上的 它沒有辦法說斷就斷 那 所以它必須要 要 要 透過修行 但是你那個觀念正確 所以 正出國已經斷身件了 但是 它還有浴灘 它也有喜歡吃的 它也可能喜歡唱歌 也喜歡跳舞 那 它 它還有 欲啊 武欲啊 它也可能 蠻享受武欲的 但是 它不會為了享受武欲 去造三二道德業 那 沒有那麼粗重 那麼 有的人 為了獲得武欲 不惜造一切的業 但是它不會 它只是合理的 就好像 它愛錢 它愛名 但是它 它不會 殺到一旺 去取那個 取那個 明文立揚 不會 那 那 這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有政見 有英國的政見 那 正出國的它 如果它沒有努力的話 它基本上還是有無欲 所以你看 佛時代很多在家人都正出國啊 那它為什麼已經知道無我 它為什麼不趕快出家鎮阿羅漢 沒有 它還有 它還有無欲啊 你像波斯尼王 品博索羅王 它都已經正出國了 那 那須達多長者 它為什麼不能像子多長者這樣 那這個 有些 有些 正了國之後 它 就 吃飯 那無欲啊 那有些沒有啊 它一樣過家庭的生活 一樣享受那種幸福快樂 但是 雖然是這樣 它漸漸漸漸漸 漸漸修學 斷這個浴灘 所以浴灘要斷 如果你已經正出國了 那麼 要看你的層次 有些要七次啊 它到天上享樂 它也享樂啊 天上很難修 但是 它從生到天上 它一樣享樂 享樂完了 它再來做人 它一樣享樂 因為它有福報啊 但是不一定 正國的都有福報 不一定喔 正阿羅漢的 也有脫空波的 不一定 但是它至少 它不會 阿羅漢已經沒有煩惱了 但正出國 它也還有煩惱 它還有貪生吃啊 它有浴灘 還有撐生心啊 它也會生氣啊 正出國的 它一樣過在家的生活 一樣享受那種幸福快樂 滿足於這種武藝 有時候也會這樣 所以 它有時候要 人天人天 七次 七次天七次人 就十四次了呢 但是這個是比較 我們說比較頓根的啦 但是即使是這樣 因為它生死的根本已經拔掉了 它一定只有往前不會往後 它稍微會停下來 但是它不會往後退 它只會往前 所以這個只有兩道輪迴嘛 只有兩道人天人天 這個是屬於我們叫做修貨 就是透過不斷飽灘撐吃 所以二果就飽灘撐吃了 到三果才把浴灘斷掉 三果才把浴灘斷掉 所以它已經脫離那種物質 物欲 那身體是物質的啦 那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質取在於這個感官 感官的刺激 那我們會覺得有那種熱獸 那到了社界 它就不是這個層次了 它已經進入到精神的層面了 所以他說於色 這個第一個你於色正思為 這個要一點時間 那就是你要怎麼樣觀無常 從無常怎麼觀無我 那麼於色無常如時之 那麼就是當你觀這個色無常 那麼你如時之就是你肯定了 而且你非常的確定 這個是這樣的 這諸形是無常的 那麼漸漸漸漸漸漸漸 你對這個色就是物質啊 色是指物質 這是身心 那有時候把它叫做地水活風 那麼對這個身心的質取 漸漸就沒有 那麼一直到它從 它從飽 從粗到飽 從飽到斷 就是對於無欲的執著很粗 到沒有那麼粗 就是一開始是對無欲的執著 沒有辦法控制 我看到這個不吃我會很難過 我看到這個不講我會很難過 反正就像這樣 那麼就是你沒有這樣做 你會受不了 那這個從一開始是這樣 這個是煩惱很重的 那麼開始能夠控制 我很想但是我控制就不要 所以你能夠控制 對物質的貪愛 那貪愛不准就生稱恨嘛 所以基本上 戒是著重在控制 給你一個範圍 你可以貪 可以撐 沒關係 但你不要貪 貪到怎麼樣 就是說 你可以貪 你可以貪錢 但是你不能去貪錢 貪到 偷別人的錢 搶別人的錢 那 類似像這樣 那 你可以貪色 但是你不要貪到去侵犯別人 你可以貪吃 但是你不要貪到要吃別人的肉 你就是殺神 或是說你可以起撐 但是你不要撐到要殺人 那麼它有一個範圍 因為你一開始叫你不要貪真吃 那做不到嘛 但是 給你一個範圍 你不能超出這個範圍 你必須把你的煩惱 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裡面 你就控制在這裡 所以我不殺神 不偷盜 那你說 你不能殺神 但是你起殺心 沒有去殺 你不犯戒 如果從五戒來講 那 神文戒也是這樣 菩薩戒才自信 那基本上就是說 你起這個 起這個心 但是 你 叫你不起這個心 也蠻懶的嘛 我們對五欲都不貪 其實有時候也不容易 那但是 你貪 你要在一個範圍裡面 這個就是控制 控制煩惱到一個層次 因為你不控制 他就會越來越厲害 就成為一種 煩惱是一種失控的狀態 不受控制 就是 你隨著 你煩惱要怎麼樣 你就隨著他 那 這個 你想生氣 要罵人就罵人了 現在沒有 現在要控制 那 控制之後 先控制 第一個要先知道要控制 第二個 能夠控制 然後能夠控制之後 開始 讓 那個範圍縮小 就是把那個範圍 本來這麼大的 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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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在這個範圍 就是那個煩惱就越來越薄 越來越少 那麼 薄到一個程度 你才有辦法斷掉它 你才有辦法斷掉它 所以 余色 所以你第一個觀無常 那麼 到溫無常 如實之 然後到 如實之之後 到斷掉這個色 的 浴灘 就是對這個身體的燃灼 那麼 主要表現在 對五浴的灘案 那麼 到這個斷掉 那麼 你就什麼 你就心解脫 所以它這裡的浴灘 基本上 也可以說是 灘 那也可以說就是浴灘 因為灘有三個 浴灘、色灘、無色灘 那這裡的浴灘 我們如果就把它看作就是 浴灘、色灘、無色灘的浴灘 也可以 因為浴灘斷掉 浴灘斷掉是什麼 三果 三果基本上 有時候 那麼 就是它決定會解脫了 三果決定會解脫 甚至有一些認為 阿羅漢像就是會解脫 也有這麼認為的 那你只當一旦把浴灘斷掉 最多最多 在一身 最多啦 你到五不還天 你就正 就正涅槃 那麼有一些 就在這一身就正涅槃了 那麼再不行 你到五不還天裡面 你就正涅槃 所以 它這個時候 它說 這個浴灘斷著 說心解脫 它主要是說 你的心 我們前面講嘛 心解脫是什麼 這個 從貪愛這邊講 貪愛這個 沒有 因為貪愛復興嘛 前面就 這個貪愛 沒有貪愛 這個是心解脫 那麼你的心 沒有這個貪愛的煩惱束縛 那麼這個是心解脫 沒有無明的這個束縛 這個是會解脫 那你色無常如實之 如實之就什麼 如實之就如實之無我 那麼從無常之無我 那個就是 無明嘛 無明斷 無明斷會解脫嘛 那貪愛斷心解脫嘛 他前面不是講這樣嗎 好 所以於色 浴灘斷 浴灘斷者說心解脫 如是受搶行事 後面一樣 色受搶行事都一樣 當政司委官事無常 他 他的方式基本上就是色受搶行事 或是言而彼此的生意 他都是這樣喔 我們以後要習慣 如果講武運的話 如果講武運的話 他都是色講一個 然後受搶行事 講到四又講 那這中間就省略 那四又講 那如果是六處的話 他也是這樣 這言對色 然後這個就省略 然後到義對法 又講 然後這中間就省略 那有時候只講這個 那後面就 後面就省略 就是眼色 耳、深、鼻舌 類像這樣 那有時候這個也是這樣 講色而已 後面就受搶行事省略 受搶行事都一樣 義父如是這樣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 在雜喊裡面比較常見的就是 他社會講 講完之後 受搶行就沒有 就是試再講 通常是這樣 好 所以他這裡講 一樣 於是欲貪段 那麼如是心解脫得 若欲自證 則能自證 那麼講到 三 如果我們不要把它當作是 欲貪、色貪、無色貪的欲貪 他就是 他就是貪案 就是貪案 那麼因為如果 如果說 若欲自證、則能自證 我神以敬、犯恨以利、所作以作、之之不受厚有 這個一定是阿羅漢 這個一定是阿羅漢 因為阿羅漢才有不受厚有 我神以敬 三果還有一生 二果還有兩次 一往來 出果最多還有十四次 所以能夠講 我神以敬、犯恨以利、所作以作、之之不受厚有 只有阿羅漢 只有阿羅漢 好 那麼這個是第五經 好 我們翻 我們看 再看 這個 這個語解釋論我們就 就不看了 不過語解釋論裡面有講幾個概念 稍微可以看一下 我們還是稍微講一下好了 你看他的解釋 戒有四種手話有情 稍微講一下他重點好了 他說 他講這個無常苦空無我 其實是 我們說過嘛 就是說佛說法都是為了度眾生 那麼度眾生有兩個 就是第一個 先糾正你錯誤的觀念 第二個給你正確的觀念 如果你沒有錯誤的觀念 就直接告訴你正確的觀念 如果你有錯誤的觀念 先告訴你的觀念是錯誤的 為什麼是錯誤的 基本上是這樣 那好 那他說有四種手話有情 先說 邪解脫 見 所集成見 就是這一類這一類啦 有四類有情 借就是類別 那 就是 就是 這一些人過去 都有錯誤的觀念 就是 邪解脫見 就是 這樣是不能解脫的 他認為這樣能解脫 我們就叫做 非因激因非果忌果 所以你看三節 身見 戒進取疑 身見是根本 但是戒進取見就是 非因激因非果忌果 非因激因是 這樣的修行方法不能解脫 你卻執著這樣的方法可以解脫 你如果不去掉 那你這樣一直修行 一直不能解脫 所以 苦行不能解脫 你一直执著苦行解脫 你苦到死 你都不能解脫 白白受苦 堂受辛苦 這樣的境界 不是解脫的境界 你卻执著這樣的境界 是解脫境界 那麼你以為得解脫的 那你就不修行啦 你認為這樣就是解脫啦 那你得了空無邊處 你就覺得得涅槃啦 那你就已經得涅槃啦 我身已近 犯身已立啦 不受候有啦 所以你就怎麼樣 無為啦 就不做啦 就不修啦 其實還沒有 到台中而已 你就以為 到台北啦 到台中就下車了 就一直在台中 等待要入涅槃啦 沒有 沒有涅槃 那這個是要先 錯誤的觀念 那麼解脫是見到無我 你卻認為是見到真我 現在這一點很多人 很多人都以見到真我為解脫 還有我看到一個 法師在講什麼白禁式的 還有在講如來賬阿拉野的 反正就是真實阿拉野 反正就講這種 那麼這種其實都跟佛法的無我的觀念不符合 但是很多人其實分不清啦 現在最麻煩的就是我跟無我的觀念 其實蠻混淆的 那我們來看 他就是說 佛說這些法其實是對字 就是引導 對字這些有錯誤的 那麼引導人到正確的地方 那所以先錯誤 就是過去 錯誤熏習 錯誤學習 就是他常常在這個觀念 寫解脫 見所及成 借何等為事 為先有先是先生先捨得自己中 天文常見真上不正法 不如理作義真上利固 你看這個 玄奘大師的翻譯實在是 讓人家 因為我們如果身在唐朝 個人還比較容易懂 他的翻譯實在是 我們不容易 一般人不容易讀啦 那但是我們就簡單講而已 就是我們不要這樣 今天解釋啦 其實就是說 那麼佛說這些法就是讓這些 過去因為他傳統 因為權威 那麼他相信學習的這一些觀念 他所謂常聽文真上的不正法 那麼聽的不是正法 而是不正的 就是不正確的啦 這一些 這一些觀念 然後他自己 也依著這個不正確的觀念 去做不正確的思維 那所以就跟譬如說 你認為 你認為有一個真實如來仗 你就去思維如來仗 怎麼親近怎麼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去正到那個如來仗 見到找到那個真心 找到那個真心自信 那人家跟你講明心見信 明的是虛妄心 見的是無自信 你就要去找那個真心自信 那這個就是不如理思維啦 那你聽到的尤其是正法 但你不如理思維 那你聽到的是不正的法 那你又不如理思維 那當然 你怎麼樣都不能得解脫 那麼 所以 於今有筆為因 有筆為原 所襲邪解脫 見所及成見 就是因為這樣 聽聞的是不正確的 你思維的不正確 那麼 如說 他基本上就講這四種 第一個是長見 第二個是斷見 第三個是憲法涅槃見 那憲法涅槃 我們稍微講一下就是 印度人有憲法涅槃 基本上 有兩種 一種是一般的人認為 比如說 我們常常講他肚子餓 涅槃其實就是苦的熄滅而已喔 涅槃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 很多是印度原有的名詞 那不過佛法把它深化 就是涅槃就是苦的熄滅 那後來佛法的涅槃是 一切苦 一切苦的究竟熄滅 就是他不會再起了 所以 這個涅槃的語詞 世間的涅槃是這樣 佛法的涅槃是這樣 還是依著這個詞的 所以它叫做生化 那印度人憲法涅槃 它有幾種 有五種憲法涅槃 一種就是一般人 比如說肚子餓 最常見的就是肚子餓 或是口渴 肚子餓 肚子餓是一種苦 那怎麼樣可以解決 吃飯喔 你吃東西 吃了飽了 肚子就不餓了 這種苦就消除了 所以當你肚子餓的時候 那是一種苦 你吃飯了 肚子不餓了 摸摸肚子 就是涅槃了 它基本上是這樣 口渴 這個苦 喝了水 不渴了 涅槃了 喉嚨涅槃了 這個頭會癢 那麼擦了要高 頭不癢了 涅槃了 通常是 原來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 苦 息孽呢 只是暫時息孽 它還會再起 沒有了 沒有了肚子的苦 還有口渴的苦 沒有了口渴的苦 還有腳痠的苦 沒有了腳痠的苦 還有老病死的苦 反正就很多種苦 那麼 你變成要一一涅槃 一一涅槃 而且 涅槃了 下一次輪委還會再來 還有還有再有 所以 你一直在涅槃 那麼 這個是原來 它涅槃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 這個叫做憲法涅槃 還有就是 你修行修到 有憲法樂助 它也覺得是憲法涅槃 但是佛法的涅槃更深化 那麼 它不是一個苦 而是一切的苦 那麼一切的苦從哪裡來 從生死來 從輪迴來 所以 你完全不能回來 我生已盡 那麼沒有生滅 沒有無印的生滅 沒有六道的輪迴 那個叫做涅槃 這個是後來變化的 那麼究竟熄滅 不會再起了 我生已盡 不受後有 那麼這個才是真正的涅槃 這個是佛法 後來把 依著原來涅槃的意思 還有一種 這個 一個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憲法樂助 這種 這種是涅槃 還有一種 還有其他的四種 總共五種 這個是憲法涅槃 這是五種憲法涅槃 一種就是這個憲法 就是我們講這個苦的 這個苦的暫時熄滅 還有其他四種 就是得四種無設定 空無邊 四無邊 無所有 跟非響非非響 這四種四無設定 那麼在當時 得了這種境界 就認為是涅槃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在 非果忌果的部分 這個不是真涅槃 你卻認為這個是涅槃 那麼最明顯的就是佛的 佛當時 在修苦行以前 不是跟這 塔婆羅摩羅子阿羅羅佳蘭 修學嗎 那麼他們的境界就是這樣 無所有跟非響非非響 他們認為你已經正得涅槃了 如果佛陀也跟他的老師一樣 這個就是涅槃 他就在涅槃當中了 那個境界是很深的 那麼他就沒有在 菩提樹下成佛這件事 非果忌果 所以這個也是憲法涅槃的一種 因為他當下的境界是這樣 他認為這個就是涅槃 其實這個不是涅槃 後來他又去修苦行 所以這個是非響激因的部分 所以其實斷三節是以 他當時的環境文化有關係的 只要我們說過 他就兩件事而已 第一個 當時有些什麼錯誤的想法跟做法 見煩惱跟愛煩惱 有些什麼想法跟見法 做法 這個是錯誤的 你要去掉它 那麼你去掉這些錯誤 沒有錯誤不代表你有正確的道路啊 所以還要給你一個正確的想法跟做法 那無我是正確的 那八正道是正確的做法 無我是正確的想法 那苦行不是正確的做法 那麼這一些涅槃 這些不是涅槃 這個不是正確的 真我不是正確的 這個婆羅門的放我 這個不是正確的 長見斷見 這個都不是正確的 就是你有正確的想法跟正確的做法 你才能夠等到 所以要先離開 非因激因跟非果激果 然後還有什麼 要知道四弟 就是沒有乙 斷這個乙嘛 乙就是不知道四弟嘛 不知道延期嘛 所以三節它是這樣的 那麼你這樣你才能 依正確的方法 依正確的觀念 依正確的做法 你才能斷身見 斷了身見 因為你已經正確了 你已經一八正道正確了 所以你會漸漸斷 漸漸斷漸斷漸斷 那麼多久不一定看人 那麼有些在家重症的出國 那麼他也知道無我 但是他深層的無我還不知道 所以我們剛才有講 分別我見跟巨生我見 他的無欲還是有的 那他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慢慢慢慢也許還要多一點有七次 人天人天這樣七次七次是很長的時間了 那麼快的話 他也許 今天正出國明天就正阿羅漢了 或是這個這個正出國 下一分鐘他就正阿羅漢了 也有也有這樣子的 那所以這個是不一定的 好 那他這裡講到 我們說到 他這裡講到 由於常見 由於斷見 這個是 基本上先解決這些錯誤的觀念 那我們說 集我離我 所以他說 佛說這些無我 而且告訴你無常苦空非我 第一個是要當時的錯誤觀念 我們說 就是 釐清當時 糾正當時的哪些錯誤 那麼給予正確的引導 你一直走這條路 告訴你這條路是錯的 不能到達 那這條路錯 那我要走哪 我要走哪一條路 給你一條正確的道路 其實是這樣的 佛法都是這樣子的 那第二個 他說 一個是常見 一個是斷見 第三個是憲法涅槃見 這個就是四種有情 憲法涅槃見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四種無色釘 再包括憲法涅槃 就是憲法樂住這個的 那麼就五種涅槃 五種憲法涅槃 還有 由撒迦也見 撒迦也叫做生見 那一般我們把我見 有時候講成兩種 一個叫做撒迦也 撒迦也在語解詞裡面 它又分 分別的撒迦也跟巨生的撒迦也 還有一種叫做 補特切螺我見 補特切螺是素取器 也就是像靈魂 拖了這個身體 然後進到鬼道 進到人道 進到天道 有一個 有一個素取器 素素素素 素素 輪為六道的主體 我們有時候會有這種觀念 那這種兩種觀念差別在哪裡呢 撒迦也見一定是生見 生見一定基本上都是以我而有的 我感覺到你在別人身上不容易起撒迦也見 但是你從別人身上你依然可以直取他有補特切螺我見 其實是這樣 那在自己的身上就有撒迦也見跟補特切螺我見 就撒迦也神見跟補特切螺我見會有這兩種 大概有這些差別 但是這是我們綜合來想的 好 那由撒迦也見 廣說一耳 大概他講到這四種 那所以分為有所謂的四種法教 那前面他講 我們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他後面講說 為調伏比邪甚結 就是錯誤之見的人 所以分為四種法教 就是無常苦空無我 講這樣 或為於智未成熟者 令比智成熟 就是沒有善根的很簡單 這個就是儀教經典的 沒有善根的讓他種下善根 那什麼叫善根 這個佛法的正確之見 這個叫善根 無貪無稱無痴 性禁念定位這些 那麼沒有善根的 跟他種下善根 就是轉邪為正 就是由邪見轉正見 那麼第二個 這個智慧沒有成熟的 有善根 但善根不成熟的 讓他成熟 那麼已經成熟的 讓他解脫 大概就這樣 所以他說 因滅故行滅 那這個就是緣起了 無名原形形原始 乃至於生勞不死 滅 講這一些了 好 那後面的我們就不多說了 後面的就越講越複雜了 這個名相就越來越多了 這個解釋又解釋不完 好 所以我們說有時候 阿涵經不那麼難懂 但是看了這些論 有時候 有時候 因為他有他當時代的運緣 他當時是時代運緣 所以這些是他們當時要解決的問題 那我們通常沒有接觸那個時代的文化 所以有些不知道 所以你說 拒舍論 你要讀拒舍論 你要讀什麼 你要讀阿彼壇 就是說 大彼無殺 因為拒舍論是依有部的一生六族論 這樣濃縮起來的 所以你沒有讀這些 你單單讀拒舍論 沒那麼容易明白 那你要讀為師 你要了解 了解拒舍 了解部派 了解有部 了解親部 了解這些 你才知道為師 為師是針對什麼說的 那你要讀中觀 你要知道 當時的六派哲學 為師跟這些部派 因為他對峙的就是這些 一樣 那像這裡講的就是 他要對峙的是哪些人 哪些錯誤的思想 哪要給你 那是正確的就只有一條路 但是你要給你正確的思想 先要讓你錯誤的思想先去掉 要不然你抓的是錯誤的東西 你不先丟掉 你怎麼抓正確的東西 心就一個而已啊 那主要是這樣 好 那麼其他的我們就 那不講了 就是與解釋論這部分 我們不去特別研究它 好 那這個 第五經來看到 第六經 第六經 這前面五經 基本上就是講 無常苦空無我 就是觀五運 五運無常苦空無我 好 第六經 如是我聞 那麼 有一天佛在奇緣經社 這個時候 世尊告諸比丘 所以 很多經都是無問自說 就是 你看這些也都 一開始就 世尊告諸比丘 都是無問自說的 那麼 但是有一些就是 有人問 世尊跟比丘講 於色 你看 只要你在五運 運相應裡面看到色 後面一定是受想行事 所以這個就是五運生心的 不知不明 不斷不離愈 則不能斷苦 那這個跟前面的重點不太一樣 它是前面是 你要觀五常 觀五常就能夠生厭禮 厭禮的就洗灘境 洗灘境說心解脫 就是你要這樣做才能這樣 那這裡的重點是 你如果不這樣做 你就不能怎麼樣 它是不一樣 前面告訴你 你必須要這樣做 你才能夠得到解脫 這裡告訴你 你如果沒有聚足這些 你就不能得解脫 斷苦 它其實就是解脫了 那麼 它講 於色 就是五運 不知不明 不斷不離愈 那因為它只是這樣講 那到底這個不知不明 不斷不離愈 那麼基本上就有各自的解釋了 那麼不知當然就是不了解 那麼 不知其實就是對這個身體的真實情況 不如實知 所以前面告訴你 第五經 它有時候前面那一經跟後面那一經 是有相關聯的 那你前面告訴你 你對這個五運 你要如實去觀察 五常如實知 那你如果不如實知 你就是不知 那如果我們遇到前面這一經 那如果我們遇到前面這一經 接著來講 就是於這個色 它前面告訴你 你於色無常要如實知 那你現在如果於色無常不如實知 那麼這色的情況其實它就是生滅的 這個身心它就是生滅的 那你對這個五運身心 五運賜聖 五運賜聖 五運生滅 那一般來講 不知 那麼是針對 這個 這個 色法 這個是色法 那麼都是色 那不明就是 你對於 因為這種身體而起的 這種種 種種狀態 你不明 那你不知道真實的 就是說 你不知其然 不知其所謂的 就是身體怎麼樣變化你不知道 它為什麼變化你不知道 它為什麼會這樣變化你不知道 那麼這一些你都沒有去觀察 沒有去知道 所以 有些講到 就是說 你對於五運的真實情況不如實知 這個叫不知 那五運的情況是什麼 就前面那一間嘛 無常苦空無我 那麼不明 那麼對五運 那麼這種情況會增長 讓你輪回生死 那有煩惱習氣有厭 就是它承載的是這一些 就是五運它就是有 為什麼會有五運 五運從哪裡來 我們的五運身心從哪裡來 五運是針對人說的 我們的五運身心從哪裡來 它是一種果報 叫做 我們叫做夜報 夜報生 這個生包括身心 五運身心 那麼五運身心 前面講 無常苦空無我 這個你不如實知 那麼你五運身心怎麼來 它是夜報 一夜而有 它是果報 果報是怎麼來 一夜而有 夜怎麼來 依煩惱有 煩惱的根本是什麼 無明跟貪惱 就是這個 那你累積累積 造作就這樣 形成這個五運身心 都是它怎麼來的 我們叫直奇蘭 這是什麼 它是怎麼一種狀態 它現在怎麼這樣 不斷生命的狀態啊 它是無常的狀態啊 它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態 那當然你是依夜報而有的 那夜是依煩惱 所以你五運怎麼變化 跟你煩惱怎麼變化 有關係 跟你的夜 怎麼樣 變化有關係 你的夜怎麼變化 你的這個五運身心 就怎麼變化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天人的生 跟 這個人的生 跟 畜生到的生 這個是不同的業 不同的煩惱 然後有不同的生 那麼 但是它同樣都是無常苦空無我 但是雖然是同樣 男的女的 美國人 外國人 那麼長得高長得矮 那麼這一些都是 無常苦空無我 但雖然都是無常苦空無我 它裡面的 就是造成這樣的 身心狀態的那個因緣 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一些你不明啦 那麼不斷 你知道了 你知道這個 造成這個五運身心 它實際上是有煩惱 無名貪愛 那麼形成所有種種的煩惱 這些煩惱造成種種的業 這些業形成這個五運身心 所以你現在要 沒有這個五運身心的 現在依這個五運身心 要離未來的五運身心 就是不受厚有 不輪迴了 那麼你必須要 從哪裡下手 要從哪裡下手 從煩惱下手 所以你不斷 斷一定是斷除煩惱 因為苦是一種果報 所以不斷 你不斷除你現行的煩惱 不捨離你內在的煩惱 有一些煩惱叫做隨免 它沒有現行 境界沒有人來不知道 但我們的煩惱通常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現行的煩惱 那一種是隨免的煩惱 現行的煩惱就是我看到這個人很生氣 那這個 但是你現在境界很好 你都不生氣 不代表你沒有稱讚心喔 你是有稱讚心的 只是你沒有限期而已 那麼你不斷要去除你現行的煩惱 你還要斷除你沒有現行的煩惱 就是潛藏的煩惱內在的煩惱 那麼這一些都要斷 那麼所以不斷不離 欲不離欲則不能斷苦 所以你要你要遠離 就是要處理 那麼內在的這一些煩惱 要斷除現行的煩惱 那麼因為福煩惱是福沒有斷 沒有斷就不行 你一定要斷 那我們通常只是扶住而已 或是隱藏起來 沒有現行而已 那麼你如果你煩惱不斷 你這個煩惱不離 那麼你是不可能斷苦的 因為苦從哪裡來 苦從煩惱來啊 苦從無明來啊 從煩惱來啊 所以禍夜苦嘛 他基本上是這樣 禍夜苦禍夜苦 他要告訴你這個啦 其實他文字很簡單 但是真的要講起來 其實是蠻複雜的一件 修行 他路就很簡單 但是要走走到那麼遠 要走很久 那禍夜苦 禍 造業 那麼受苦 這個苦基本上 就是我們的五運 我們從人來講啊 所以五運叫做純大苦懼 後面阿安經裡面 他講說純大苦懼 所有的苦 所有的苦都是依這個 五運的生命來 純大苦懼懼 那禍夜苦 苦在起煩惱 起煩惱在造業 通常都是這樣的一個循環 那這個苦裡面就有 這個是人而已喔 他基本上有六道 有六道 那苦的層次不一樣 那煩惱 或 主要就是無名跟貪愛 無名跟貪愛 主要是這兩個 有無名跟貪愛演化出來 就是叫貪稱痴 貪稱痴 然後再上去就貪稱痴慢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就是我們把它簡化 貪稱痴 那基本上就叫三讀 那如果一 如果一元起的來看 就變成無名言行行言世 世言明色 明色言六六六六言促 促言壽 壽言愛 愛言取言有 有言生老病死 憂悲苦惱 就變成這樣 生死苦惱 就苦 最後是憂悲惱苦 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 最後就是苦 那最初有無名 那有愛 那這個不是前後的關係 他只是在告訴你 從某一個角度來告訴你 那麼苦是怎麼來的 那並不是說 最初只有無名 什麼都沒有 那無名在哪裡 無名在無印裡面 無名是新的無名 其實是這樣的 我以前讀元起的時候 有時候一開始會誤會 無名言行行言世 就是最初什麼都沒有 只有無名 不是這樣不是喔 不是這樣子 無名是在無印 只是說 在這個無印身心裡面 特別從那個無名講 從那個行講 從那個是 名色六路處 那是也無名啊 那就是 他變化到哪裡 從那個角度說 好 那他這裡講 在於色就是對無印不知不明 不斷不離異 那麼 那我們說 不知 是對真實情況不知無知 不明 就是對這個 這個無印的這個 手起的這一些 煩惱 习氣 沒有如實之 就是不斷 就是不斷現行煩惱 不離 不能捨離 滅在著煩惱 习氣 那麼 則不能斷苦 那麼就不能解脫了 不能斷苦 只有解脫才能斷苦 因為只要有生死就有苦 即使是三國的聖者 都還有苦 有生就有死 有生死就有苦 那麼 有這個無印生 他有生苦 有辛苦 在三界裡面 苦苦壞苦 行苦 那沒有不苦的 因為無產故苦 除非你出三界 脫離了這個生死 朱比丘 於色 若知若明若斷 若離異 則能斷苦 如是受享行事 若知若明若斷 那其實就是無印了 就是觀這個無印而已 那通常都是從色 開始觀 好 那這個是第六經 那第七經 我們看 一樣 所以我們會發現到 其實這個是不同的阿羅漢 六七八 這三經乃至於第九經 那其實是 可能是 這個 因為這六七八九只有微小的差異 差異不大 那麼因為當時結局是這樣 比如說我記得佛是這樣說 我記得 他多記兩個詞 他多記三個詞 然後他就 同時講出來 那麼大家算是 就是說 你這樣講你這樣講 就同案並列 但是他也有可能就是佛陀在好幾個地方講 那不可能完全都一樣 那麼有些不同的情況 都多講一句 都多講兩句 或是說這些已經知道了 就少講一句 那因為結局是最後大家一起結局的嘛 他有可能這個 這個都佛陀都講過 也有可能只是佛陀講一次 但是每個人記得不太一樣 那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 這一些經是佛陀在不同的地方講 但是這裡寫的都是奇緣經社 就是奇緣經社 但是奇緣經社 因為佛陀在奇緣經社有二十幾年 那麼他講五願 他有很多東西是重複講的 他也不可能說我這個講過了 這個講過是針對這幾個人講 後面的人還沒講 所以他會再重複講 也有可能 那重複講的時候 不可能一字一句都一樣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裡有兩種情況 六七八九 你仔細比對 你就說其實是大概大概相似 但有可能就是大家記憶不一樣 也有可能就是 真的佛陀就這樣講的不一樣 好 我們來看 第七經一樣 一色不知不明不斷不理欲 那麼心不解脫者 則不能躍生老病死不 你看他差別就在什麼 這個下面是 則不能斷苦 那這裡就講心不解脫 就回到前面的 那麼心有束縛有煩惱 心有煩惱就有束縛 有束縛就不能解脫 那麼就不能躍 那麼你有束縛有業 有煩惱有業就是什麼 就有生死 那麼有生死 所以不能躍生老病死不 那麼既然有生死 就有生死的痛苦 他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所以受想行事 不知不明不斷不理欲貪 心不解脫者 則不能躍生老病死不 那底下後面就反過來講 如果知道 就能夠躍生老病死不 那這個是第七經 跟第六經的差別 其實很小 一個就是斷苦 一個就是越生老病死不 解脫而已 那第八經 我們就把這幾步經先看一下 第八經 一樣 你看 社不知不明 他沒有講不斷了 他只講不知不明 不理欲貪 你看差別 那這個差別也不大 就是我們講 就少一個詞 少一個字 多一個詞 或是換一個詞 離苦 換成離生死恐怖 那這裡沒有生死恐怖 只是講心不解脫而已 所以有時候 也有可能是記憶的差別 有可能就是佛真的講的不一樣 那麼心不能解脫的 則不能斷苦 你看又 就變成第一個跟第二個的什麼 中和了 另外第一個是講不能斷苦 第二個是講不能解脫 那這裡是心不解脫不能斷苦 那所以 一樣 後面也是一樣 就是你對這個五韻 那方法都一樣 但是後面 後面的結論 有一點點小差異 好 那第九經 我們看 就六七八九 是都一樣的東西 那 一色不知不明 他沒有講不斷了 那只是講不知不明 不理欲貪 心不解脫的 則不能越生老病死苦 那後面也都一樣 那 若知若明 若理欲貪 心解脫的 則能越生老病死苦 比如說說想臨時 使諸比丘 文佛所說歡喜奉行 那 大概也都一樣 大概差不多一樣 那只是很小的差別 好 那麼這裡還是回歸到 就是剛開始的經典都是 你要觀察你的五韻身心 因為你的痛苦 一定是從五韻身心的指取來 從我愛到我所愛 從自體愛到境界愛 那麼再從 才從自體愛境界愛到後有愛 基本上這個就是欲貪 就是愛 那麼你這一些不能斷 你就不可能得解脫 那這一些要斷 要從鬆綁 就是我們把它綁得緊緊的 要去掉對這一些的強烈執著 也不是完全不執著 也不是完全不執著 沒那麼容易 但是你先要鬆綁 不要那麼執著 漸漸漸漸 才能解掉 其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要先觀察 單單觀這個就要 阿涵經通常都是觀無常觀不盡 那大聖經典就 這個比較 大聖經典比較沒有觀無常觀不盡 都觀什麼 觀如夢如幻 那麼就是觀他 夢幻泡影這一些 他不太一樣 好 但是道理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講到第九經 好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